最近有人背地里骂我装逼 问了才知道 人家是看见我用限量款 觉得我故意炫 哦 谁的 你们眼里的装逼 顶天也就是炫个LV吧 身边总有些人 就见不得别人好 人家好工业化量新大门 好心在你一城 你说人家炫富 好个好人缘低调点 你又骂人家装逼贩子 你说人家冤不冤 最招人烦的装逼分两种 一种是靠卖弄 来满足自个儿的虚心 另一种是嘴上说着自己不行 又暗示别人自个儿吊爆了 好好的草莓 非说成Strawberry 一句话不加几个英文单词 就浑身难受 明明说句 卖了条羊绒围巾超级软就行 非要说卖了条围巾 料子是Cashmere的 每次摸它 都会沦陷在那抹白色的温柔中 做作的男墨女类 不骂不是中国人 但真正的大佬从不装逼 你觉得他们装 可他们就是在做自己 你觉得人家开着豪车 送你一段是虚伪 但他只想帮你一把而已 你觉得人家吃饭 出入五星级酒店 高级三宾是百库 但这就是人家的日常 看见人家捧着149的试卷 一脸悲怅的说 这次没考好 你就忍不住翻白眼 可人家是真的想要满分 优秀就是他的习惯 怎么着 还想让大佬们把车砸了 陪你骑着电驴 把晚餐倒了 陪你吃土 把书吃了 陪你一起学开发掘机不成 骂人家装逼的人 都是怕寂寞的人 总想拉着跑在前头的 和自个儿一起一楼到底 他们的slogan就是 你若比我惨 便是大晴天 觉得别人装逼 你得先想想 为什么人家能在你的票圈里 干尽装逼事 你却只能啃着肝膜舔着平 说到底 不是别人装逼 是你不够牛逼 什么想法 我说 事 我说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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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